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继夜请了城中的教书先生教他读书 可是他每次都会把教书先生给捉弄得再也不敢来了 久而久之 王伯宇不爱学习的名声已经传遍了整个柳州城 王继夜看着儿子如此的不喜欢学习 虽然有些无奈 但是他觉得自己家大也大 只要王伯宇不胡作非为 那么自己可以护他一辈子一事无忧 随着王伯宇年纪越来越大 王继夜看到儿子也老大不小了 于是给他找了一个门当户对的妻子 这妻子的名字叫林月瑶 林月瑶的父亲乃是城中数一数二的富商林园外 有五个儿子 直至五十岁的时候才生下这么一个宝贝闺女 可谓是从小到大被几个哥哥们捧着 没受过一点苦 林园外看到王继夜家大也大和自家旗鼓相当 再加上王伯宇乃是王继夜唯一的儿子 所以也就答应了这门婚事 就这样 在半年之后 柳州城的这两家富商终于结为了亲家 成亲 之后 王伯宇和林月瑶倒是过了一段时间恩爱的日子 可是好景不长 还没过半年呢 王伯宇的顽固子弟习性又展现了出来 他整日离外出玩耍不归 或者留宿在酒楼之中 或者流连于烟花之地 每次总要等到身上的钱都花完了 这才回家 王继夜看到儿子王伯宇如此的不成器 放着家中如此美貌的妻子不要 每天去青楼之中找一些狐媚的女子 可是每次王继夜准备下定决心狠狠地 揍一顿王伯宇的时候 林月瑶总是拦自王伯宇的面前 对公公说道 父亲 您不要这样责打夫君 都是我不好 我总是惹夫君生气 夫君心情不 好 这才外出散心 你要打就打我吧 王继夜看到如此乖巧懂事的儿媳 觉得更加的惭愧 可是王伯宇却不以为然 他觉得妻子林月瑶实在是寡淡无畏 即使林月每天都对自己很好 但他还是喜欢出去寻花问柳 慢慢的 王伯宇迷上了赌博 刚开始的时候 他还是小打小闹地赌 到后来 他越赌越大 城中的人知道他是王老爷的儿子 也就任凭他社长 这一日 王继夜还在家中休息呢 突然听到下人说有几个标形大汉来到了府上 王继夜赶紧跑出去查看情况 只见为首的一个大汉对王继夜说道 王老爷 今日冒昧钱 来 实在是不好意思 不过令公子欠我们赌场的钱 还请王老爷给还一下 说完之后 此人便拿出了一答借据 王继夜接过借据之后 气得满脸通红 他没有想到儿子王伯宇在赌场之中 把王家所有的东西都给输光了 就在此时 为首的那个标形大汉又说道 王老爷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 你可不要赖张啊 要不然的话 我们就去报官 相信县太爷一定会秉公执法的 这么多的钱 就算判得一个斩首示众也不为过 王继夜听了那大汉的话之后 吻了吻神 他对那标形大汉说道 你放心吧 我儿子欠你们的钱 我会尽快给你 闷的 少说三五天 多则半个月 我会派人过去把家中的房契 地契 田产 店铺都交给你们的 那标形大汉听完之后 对王继夜一拱手 说道 王老爷的话我们还是相信的 那我们这就回去 等待您把东西都叫过来 说完之后 这几个人就大摇大摆地走出了王家的大门 就在他们出门之后 王继夜终于忍不住吐了一口黑血 然后就此晕了过去 等到王继夜再次醒来的时候 他发现自己的儿子王伯宇和儿媳林月瑶都站在跟前 看到儿子王伯宇之后 王继夜气不打一出来 支撑着身体靠近王伯宇 一巴掌打在了王伯宇的脸上 这一巴掌打得极重 王伯宇的脸上顿时多了五个血手印 不过王伯宇也没有敢哼一声 他知道自己犯下了滔天大错 父亲不杀了自己 已经算是仁慈了 看着父亲王继夜失望的眼神 王伯宇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 许久之后 王继夜缓缓地说道 明天你就把家中的房契 地契 田产 店铺 都拿到赌场还给人家 我做生意大半辈子了 还从来没有言而无信过 既然答应了人家 就一定要做到 明天一大早 咱们一家人收拾行李 搬到乡下的老屋居住去吧 就这样 第二天 王继夜把家中所有的财产都交给了王伯 王伯宇失魂落魄地出了门 然后去了赌场还债去了 王继夜看着王伯宇走了以后 也遣散了下人 跟着儿媳妇一起回了乡下老家 自从王家家到中落之后 林月瑶的父亲林元外 立刻过来说要接女儿回家 可是此时的林月瑶已经身怀有孕 任凭林元外如何劝说 林月瑶都铁了心的要跟王家共存王 林元外看着劝不动女儿 于是放下了一些钱 就这样回家去了 就这样 王家在乡下的老屋之中居住了下来 由于王继夜本来就上了年纪 身体不好 再加上前段时间为儿子王伯宇的事情太过伤心 因此自从搬到老屋之后 王继夜就卧病在床了 王伯宇看着父亲卧病在床 心里也很不是滋味 但是他从小美好好读书 又没有一技之长 所以根本就赚不来钱 不过还好 林月瑶在未出嫁之前 有着一手极好的女工手艺 平日里 这父子二人的日常开销 都靠着林月瑶织布绣花维持着 这年冬天 王继夜的病越来越重 家中也没有多余的钱请大夫 只能平日里精心照顾 这样维持着 年底的时候 王继夜已经到达了游进灯窟的地步 他颤颤巍巍地 把儿子王伯宇和儿媳妇林月瑶叫到跟前 对他们说道 我这身体估计是是熬不过这个冬天了 我这辈子做的最后悔的事情 就是没有好好管教郝伯宇 害得他败光了祖上的家业 也耽误了乐瑶的终身 王伯宇和林月瑶听了以后 都泪流满面地对王继夜说道 爹 您只是偶感风寒而已 不要说这些话 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孩子马上就要出生了 他还没有见过爷爷呢 而此时王继夜却剧烈地咳嗽了起来 缓了好久之后 这才平复下来 对二人说道 有一件事啊 我一直没和你们说 几年前我去京城做生意 偶然之间结识了一个京城大卢 我帮助过他 当时他的儿子也和你们一般大 刚刚成亲 于是我们二人约定 要是生了 孙子 同性让他们结为兄弟或姐妹 异性就让他们结为娃娃亲 王伯宇和林月瑶听了以后 惊得目瞪口呆 说实话 此事他们从来没有听父亲说起过 王继夜停顿了一下 又对他们说道 现在我们家到中落 也不知道人家能不能看上此事 如果有机会的话 你们还得去京城走一走 要知道我这一辈子最痛恨的 就是养而无信之人 管不住别人 但是咱们自己别做那样的人 就这样交代完后事之后 王继夜在三天之后去世了 王伯宇和林月瑶忍着悲痛 为王继夜办理了丧事 而过了两个月 林月瑶腹中的孩子也即将生产 王伯宇早早地从镇上请了吻婆回家 经过一天一夜的生产 林月瑶最终为王家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 王伯宇给这孩子取名叫王晨曦 王伯宇看着这白白胖胖的儿子 不禁眼眶有些湿润 他口中喃喃地说道 都怪我不懂事 是父亲那么早就去世了 要是父亲在的话 看见这孩子肯定是非常高兴的 就这样 在王伯宇和林月瑶的精心照顾之下 孩子长到了三岁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三年以来 他们发现王晨曦非常的聪明伶俐 说话走路都比别的孩子要早很多 不光如此 在王晨曦三岁的时候 他居然和父母提出自己要读书 这可把王伯宇和林月瑶给惊呆了 要知道三岁大的孩子有很多还在尿床呢 王晨曦居然有如此的志向 这着实令人激动万分 为了让王晨曦接受到更好的教育 林月瑶特意去城中 拜托自己的父亲林元外 让他请一个好一点的教书先生 来为王晨曦教授学业 林元外听了以后 欣然答应 因为自从王家败落之后 林月瑶还从来没有求过娘家什么事呢 林元外一直觉得自己的女儿个性太过要强 尽管他一直想要帮助女儿 可是都没有机会 就这样 林元外为王晨曦请了中最有名的教书先生 这教书先生在城中很有威望 因为他们家世代以教书为生 曾经教过的学子还考中过状元 所以能够得到这位教书先生的教导 王晨曦日后就算考不中 功名也不会太差 为了让外孙有一个更好的学习环境 林元外特意在城中买了一个小宅子 让他们居住 数天之后 林元外一时好奇 想着还是去看看外孙 看他学习的进度到底到哪一步了 当林元外走进院子的时候 林月瑶告诉父亲 先生现在还在将王晨曦读书 得等一会儿才能结束 林元外听了以后 摆了摆手说道 不急不急 还是不要打扰他们的好 我们先到房间之中唠唠家常 就这样一个时辰 之后 焦书先生带着王晨曦 从另一家书房之中走了出来 林元外看着他们出来之后 立马站起身来 笑呵呵的和焦书先生打招呼 焦书先生看到林元外之后 也是非常尊敬的躬身行礼 在和焦书先生的交谈之中 林元外得知外孙王晨曦 非常地聪明 焦书先生声称自己教过这么多的学生 就连那位曾经高中状元的学子都没有王晨曦聪明 将来王晨曦只要勤奋刻骨 前途不可限量 林元外听了 以后非常的高兴 要知道自己一生生了五个儿子 只有林月瑶这么一个女儿 可是五个儿子都极其不喜欢读书 早早地就跟着自己在生意场上 摸爬滚打 现在林元外看到自己的外孙王晨曦如此有读书天赋 心下也是非常的欣慰 随着王晨曦慢慢地长大 他果然就像焦书先生所说的一样 年仅十四岁就考中了秀才 可谓是城中数一数二的天才神童 第二年 王晨曦想要上京赶考 可是大家都觉得王晨曦的年龄太小了 再等两年 把学问学扎实了 再考也不迟 就这样 王晨曦在家中又苦读了两年 这两年之内 王晨曦觉得自己非常有把握考中功名 于是在第三年的时候 他对父母说道 孩儿现在已经十七岁了 自考中秀才之后 已在家苦读三年 几年还想上京赶考 若是考中功名的话 也可以让爹娘过上好日子 王伯宇和林月瑶听了以后 觉得儿子也不小了 是时候让他去京城闯荡一番了 于是就点头答应了下来 临走之前 林月瑶和王伯宇告诉王晨曦爷爷 王晨曦在去世之前 对他们说的话 王晨曦怎么也没有想到 在京城之中 居然有也有王晨曦的固有 而且他或许还有一个素未蒙面的未婚妻 听完父母所言之后 王晨曦挠了挠头 对父母说道 虽然祖父荡日和那固有相约此事 可是现在已经事隔多年 况且我们王家已经败落了 不知道人家会不会已经定金 或者是根本不承认此事了 王晨曦说的话 其实林月瑶和王伯宇也考虑过 不过此事是王继夜临终前对他们嘱托的 不管人家承不承认 他们还是希望王晨曦此次上京赶考 去那户人家中走一遭 王晨曦听了父母的话之后 点头答应 声称自己一定会去的 就这样 他收拾好了行囊 背着包袱出发了 外祖父 林元外部放心 他第一次出远门 特意派了林家的一个仆人 跟着王晨曦 一路上 王晨曦如同出了笼的小鸟一样 这看看 那逛逛 说到底 王晨曦只是一个十七岁的孩子而已 这聪明伶俐 但是他也有着每个孩子应该有的贪玩天性 半个月之后 王晨曦来到了京城 他和仆人一起找了一家客栈 安顿好了之后 就开始按照父母所给的地址 去找那位祖父的故友之家了 经过一番周折之后 王晨曦终于找到了那户人家 那户人家姓刘 在当地还颇为有名气 王晨曦禀明了下人之后 就见了刘府 刘家老爷子一听说 王晨曦是王继夜的孙子 非常热情地招待了他 在饭桌之上 刘老爷子还热情地询问了他的功课 王晨曦都如实作答 快吃完饭的时候 王晨曦向刘老爷子提出了当年他们的约定 刘老爷子听了以后哈哈大笑 说道哈哈哈哈 你这小伙子到底是年轻人 沉不住气 不过也是难为你了 能憋这么长的时间 我刘某人可不是贤贫爱父之辈 当年你的爷爷对我有恩 我答应过你爷爷 将来若是同性让他们结为兄弟姐妹 异性让他们结为夫妻 刘老爷子停顿了一下 接着又说道 如今我的独子西夏只有一缕 名叫刘月霞 年龄只比你小一岁 只有十六岁 我看你们二人郎才女貌 试试般配 听说你还要进京考试 所以等你考完之后 我便和你的父母商量着选个良辰吉日 让你们成亲 王晨曦听了刘老爷子的话之后 觉得又惊讶又感动 他没有想到刘老爷 完全没有嫌弃自家家道已经中落 非常干脆的就答应了这门亲事 吃过饭后 刘老爷子把王晨曦带到了一座小院之中 他告诉王晨曦 自己的孙女刘月霞就住在这小院之内 今天带他来看看 也算是让两个年轻人互相了解一下 王晨曦见到刘月霞之后 顿时被刘月霞的美貌惊呆了 说实话他也不是没有见过美女 柳州城内的美女也是非常的多 可是像刘月霞这样美的 轻视脱俗的 他还是头一次见 刘月霞看到王晨曦之后 羞涩的低下了头 他早就听爷爷说过此事 所以他一看到爷爷领了一个年轻的书生过来 就已经明白了个7788 刘老爷子把王晨曦请进屋中之后 自己便找了一个借口离开了 刘月霞看着王晨曦一副书生打扮 率先问道 你是来上京赶考的吗 王晨曦听完之后 点头秤是 刘月霞虽然自小养在龟中 但是刘老爷子曾经请了众多教书先生 来教授刘月霞亲戚书画 所以他十分敬佩有才能的人 经过交谈 刘月霞觉得王晨曦不管是诗词歌赋 还是四书五经都有着很深的造诣 当下便对王晨曦多了些许好感 许久之后 眼看着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刘老爷子此时也已经回来了 他问王晨曦 你初次来京 有没有住的地方呢 王晨曦回答说 他住在月来客栈之中 我老爷子听了以后 陈怒说道 既然来了京城 何必要住在那客栈之中呢 我马上派人把你的行李取过来 以后你就住在刘府 直至考试结束 王晨曦推脱不过 只好答应了下来 就这样 王晨曦住在了刘府之中 在此期间 刘老爷子曾经多次考教王晨曦的学问 他发现这个年龄不大的书生 才学却是颇为高深的 当下他对王晨曦多了几分满意 一转眼 好几天过去了 科举考试的时间也已经到了 王晨曦一大早辞别了刘老爷子等人 带上了随身携带的物品进场 忙 考试去了 在考场之中 王晨曦奋笔疾疏 就这样又过了好几天时间 王晨曦顶着两个大大的黑眼圈 拖着疲惫的身体 从考场之中走了出来 回到刘府之后 他二话没说进了屋子 倒头就睡 刘老爷子见状也是不觉得诧异 因为科考本来就是一件很熬人的事情 他也经历过科考 知道考试结束后的书生有多累 于是刘老爷子让下人准备好丰盛的饭菜 就等着王晨曦醒来之后 可以吃一口热腾腾的饭 直到天黑的时候 王晨曦这才醒了过来 下人立刻给王晨曦端上了丰盛的饭菜 王晨曦看到那些饭菜之后 也顾不得推辞 狼吞虎咽的吃了起来 待到把饭菜吃完之后 精神头这才好了一些 刘老爷子看到王晨曦总算是恢复过来了 也高兴地坐在他的旁边 询问他烤得怎么样 王晨曦此时呵呵一笑 对着刘老爷子说道 我觉得我发挥的还不错 至于能不能考中功名 那只有听天由命了 刘老爷子听了以后 哈哈大笑了起来 他对着王晨曦说道 你在刘府的这段日子里 我觉得你的功课很扎实 相信早晚都会一飞冲天的 王晨曦听了刘老爷子的话 有些感动 当即对刘老爷子说道 多谢您的太爱 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又过了一些日子 终于等来了发榜的日期令人 意外的是 王晨曦居然高中状元 这下刘府上下可是一番轰动 刘老爷子怎么也没有想到 王晨曦居然会如此有出息 当下便令人大摆宴席 庆祝他的孙女婿金榜提名 王晨曦考中功名之后 老家的父母也很快接到了消息 不光如此他们还得知刘老爷子没有嫌弃 他们家到中落 非常乐意把孙女嫁给王晨曦 就这样两家人选了一个黄道吉日 给王晨曦和刘月霞办了婚礼 后来王晨曦被皇上委任到京城为官 他把老家的父母也接过来跟自己一起居住 不光如此他每年回去醒亲的时候 都会带着众里去看望自己的外祖父里 圆外和当初将自己学问的教书先生 好 好 好 小 中文字幕志愿者